给大家介绍一个复卖安神汤 这里边是应该有一些中药的 是吗 就是中药 五味中药 这是一个不大的方子 这五味药 前面人参卖东五味子 是非常有名的一个方子 生卖瘾 大家知道人参是五家科的一个多年生的草本植物 它是有百草之王的这么一个称号 最补了 对 神东本草经 它介绍的非常地准确 精炼 补五脏 安精神 定魂魄 止经济 除邪气 明目 开心易志 久福 轻身延年 它这意思就是说你久福的话 它有延年易受的作用 那么人参这个药 它在现代药理学研究当中 它对中枢神经系统调节的作用是非常明显的 而且它可以调节人家机体免疫力 那么还有它对心血管系统是有明显的调节作用的 所以人参在这里头是非常重要的 麦冬这味药在这里头是属于养阴生经 它还有润肺止咳的作用 因为妈妈原来得过结合 所以它肺因是很虚的 容易肝咳 然后我们其他的人 比如说有肝咳 或者是有秋天 特别灶的时候 有血丝的时候 都可以用麦冬单独泡水喝也可以的 还有一味更重要的药 是五味子 五味子这个药呢 大家看啊 它炼肺补肾 生经炼汗 宁心安神 这个药五味子 它还带有中医的哲学思想 为什么这么说呢 它的这个皮和肉是甘酸的 它的和是辛苦的 那么它的这个 整个这个药是咸味的 五味俱全 所以呢叫五味子 那么我们知道 这个中药里头的五味呢 酸味是收敛的 那么能收敛 腥味能发散 那么甘味呢 它能和解 然后能够滋补 我们看胰糖这类的药 都有滋补的作用 苦味呢 它是能泄火 清热 然后咸味呢 能软煎 润下 它五味俱全 和这个中医的这个 木活土金水 它也这五行 都能够对应上 全部都有 所以呢 它可以调节五脏的 这个生理平衡 这个五味子 是这里头 非常精华的一个药 对 人参脉动五味子 就是著名的 生脉引的花红子 是能够缓解 这个心脏的不舒服 对 但我注意到 后面您还加了两位 有一个是酸枣仁 还有一个是桑胜 桑胜子 怎么还加上这两位呢 有什么特殊的用意 桑胜 大家都能吃 很安全 我妈妈 她是阴虚的体质 所以她如意便秘 然后我觉得 她除了补肝肾的作用 润肠痛便的作用也很好 她助消化 补肾 然后能够污发 就我们现在研究 她能够分解脂肪 然后能够降血脂 我知道更年期 我们都不胖的人 她也容易 因为直指代谢紊乱了 容易高血脂 然后胆固醇也高 她还可以防止血管的硬化 所以这个药 是非常好的一个药 就是药食两用的药 大家可以回去试一下 三岛人是这样 我用它是 因为它是补心和养肝 那么它的这个 凝心安神 在补心养肝的过程当中 可以凝心安神 这个药呢 它还有生经的作用 炼汗的作用 大家知道 更年期的时候 人都容易潮热 倒汗 自汗 还有就是说 出汗特别特殊 有的人就脖子上出汗 有的人就前胸出汗 有的人甚至 就一个胳膊出汗 有的人就一个腿出汗 所以它很特殊的 这种一个变化 所以炼汗还能生经 它不伤音 所以我爱用这个酸枣仁 咱们来看看 这五个药 组合在一起 按照什么样的一个比例 就能够帮我们老年朋友 调理一些 就是更年期前后的 这样的一些 心脏的不舒服的问题 人参呢 可以用10到15克 然后麦冬呢 也是6克到10克 最多呢 比如说嗓子 就秋天 特别干燥的时候 你也可以加到15克 那么五杯子呢 基本上6克到10克 就可以了 桑枕子呢 我有时候也用到30克 这个看你的情况 就是15克是一个中间量 那么酸枣仁也可以用到15克到30克 但是我很少用的超过15克 酸枣仁一定记住 一定要捣碎 如果酸枣仁不捣碎 它这个养心 安神 凝神的作用呢 会差一些 好像这酸枣仁有生的 还有炒的 咱们是用哪一种 一般的情况 我们都用炒枣仁 用生枣仁的时候少 炒的酸枣仁 捣碎了之后 跟其他的药 在一起煎 然后前三位 还要用冷水 先泡10分钟 再放入后面的这两杯药 一起煮15分钟 这个方子我也得抄下来 回家给我妈妈来调理 心脏不舒服的问题